大家好,我是廣東 耶,今天收到一個很大的禮盒 登登 這是什麼? 月餅 月餅 為什麼要吃月餅? 中秋節還沒到 中秋節快到了 元翰叔叔去網路訂購 彰化非常有名的一間 漢式名點 不二房 就是只有這一間 中秋節 非常好吃喔 中秋節 那我們要先跟元翰叔叔說什麼? 謝謝元翰叔叔 好,那我們來打開它 中秋節 這裡直接拉開 拉這個 拉這個,來 拉開 對,然後他就慢慢的給它 這裡 GO 好,打開 好像禮物喔,或是包盒 來,我們打開它,慢慢開喔 它是月餅耶 金色傳輸 等一下喔 爸爸還拿盤子 來,妹妹拿盤子 這是我的盤子 這是盤子 稍等一下喔 金色傳輸 盤子喔 好,哇 你們先聞味道 聞聞看 什麼味道 這個是 這個是紅豆 紅豆嗎 滿普通的味道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每一顆 每一顆 滿普通的味道 感覺上就是 它是應該是 我們猜口味 應該是紅豆 這個是紅豆 爸爸猜應該是紅豆蛋黃 蛋黃月餅 我覺得這個是特殊 這也是紅豆 這個是紅豆 這個是紅豆 這也是紅豆 應該是紅豆蛋黃月餅 有可能 這個也是紅豆 那我們等一下來品嘗看看 好不好 我想要吃這個 好,哥哥先拿一顆 先選一顆 從這邊旁邊拿 拿袋子這裡 哦 對 如果你直接拿會 屑屑會掉很多 來,妹妹選一顆 好,妹妹選一顆 你看它裡面底部是 金色的 你看,哇 看起來好高級喔 金色的 好吧 那我們盤子拿起來試吃一口 盤子拿起來試吃看 看好不好吃 它的皮 它的皮 好,你先吃看看 哦,什麼口味 這就是月餅 哦,裡面是什麼口味 紅豆 我看一下 紅豆 幫我轉一下正面 紅豆 裡面好像有蛋黃喔 跟爸爸講的一樣 這是紅豆 好吃嗎 很香對不對 紅豆蛋黃月餅 這是其實是我們 從以前到現在 哦,這是蛋黃啊 蛋黃月餅 而且這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月餅 所以它是彰化很有名的 謝謝元翰叔叔 特別幫我們訂購 中秋節的禮盒 中秋節還沒到 但是元翰叔叔很有心 已經先幫我們準備 中秋節前戲 就先給我們吃月餅 你看這邊有幾顆 來,數看看吧 一二三四五 從這邊上面數好了 這樣會亂掉 來,開始 為什麼不讓我數 好,你數開始 那我數 好,讓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嗎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 那這個我沒數到 你說扣掉這兩顆哦 扣掉兩顆十三就對了 如果以全部數量的話是十五顆 十五顆你們吃兩顆剩幾顆 十三 十三顆就跟剛剛妹妹講的 對不對 好吃嗎 吃一顆差不多量就夠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吃晚餐 對不對 而且今年的中秋節也快到了 九月份就中秋節哦 就是你們的開學日 好吧 那我們分享給大家 就是好吃的中秋節的禮盒 好吃 好香嗎 很香 那個蛋黃好吃 蛋黃好吃 哇,原來 難怪會是獨一無二的月餅 蛋黃很好吃 我還有那個是 真的蛋黃可以 然後呢 裡面 然後要讓我們戳破它 然後上面才有汁 戳破它 哦,那是爆漿月餅 它是不是吃的時候 噴出來 那叫爆漿月餅 好想吃吃看 像我們這種叫做月餅 就是蛋黃酥 它紅豆蛋黃酥就是月餅 我們爸爸小時候吃的傳統月餅 就像這樣子 也有鹹的 也有別的口味的 爸爸也喜歡吃這種口味 紅豆蛋黃月餅 爸爸不要吃吃看 好,我等一下跟你們一起吃 那我們最後跟大家說什麼 拜拜 拜拜 中秋節快樂 沒有啦